参考消息网11月12日报道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1月11日报道 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执行董事会主席伯木勒 谈及荷兰海岸的新风电厂时显得兴致勃勃 伯木勒自豪地报告了将巴斯夫的标志 印在巨大风力涡轮机高处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觉 他提到的荷兰库斯特南风电厂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风电厂 拥有139台风力涡轮机 全球最大的化工产品制造商巴斯夫 希望自己的欧洲工厂使用气候友好型的风电 报道称伯木勒热情地谈论了这一风电厂 却对欧洲风电行业提出了严厉批评 荷兰海岸附近的风力涡轮机来自制造商西门子哥美萨公司 而该公司又是陷入危机的西门子能源公司的一部分 然而伯木勒似乎对这些风力涡轮机并不是特别满意 他说中国制造商的涡轮机明显优于西门子哥美萨等 欧洲竞争对手 中国人在技术上比我们强 而且他们的产品也更便宜 伯木勒本周在柏林与记者会面时说 巴斯夫可以很好地判断这一点 因为该公司不仅在欧洲使用欧洲涡轮机建造风电厂 还在中国使用中国涡轮机建造风电厂 报道称 德国联邦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沃尔苏拉·冯德莱恩担心欧洲风电产业正在远离欧洲 并将被中国制造商挤出市场 但伯木勒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一种政治讨论认为风力发电不要成为下一个失去的技术 我倾向于说它已经失去了 伯木勒表示 中国风电制造商能提供更多东西 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价格倾销和政府补贴 他说 到当地仔细看看 他们的产品简直好极了 巴斯夫是德国在中国最大的投资者之一 伯木勒长期以来一直警告 不要危及德国与这个亚洲经济超级大国的重要经济关系 报道称 伯木勒的言论表明他反对德国涡轮机制造商的要求 他们主张用于风电厂建设的一定比例的涡轮机 必须在欧洲生产 伯木勒将此描述为 有害的保护主义 他警告说 对于德国这样的出口国来说 这很危险 非常危险 欧洲现在不应该针对中国的风力涡轮机 竖起栅栏 虽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